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就直接开始是吧 最近有点腰腰 可能也扬过了 可能嗓音不太好 条件 大家有包含一下 那么我介绍了光红汤 然后本次分享主要给大家谈一下 为Skybook社区呢 目前我们在前端后端 都有比较深入的一些研究 包括数据的聚合拟态等等旁边回归 但是在最终的数据的存储上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如果你尝试过使用Skybook 你会发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选择 因为当前没有一个特别适合的一些数据模型 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些应用场景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有不同的数据的存储选择 我们不同的配置还会存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部署Skybook 你要明白 你可能在一个生产环境之中 你要部署类似于像做Keyboard这样的机群 或者ETCD 然后你同时也要有一个存储来 接收你完全的一个数据 为什么会有这种场景呢 我在本次分享中给大家重点来介绍 另一个重点就是说 为什么VRDB从这个里面能够生长出来 那本次分享主要有四个部分来组成 第一个部分我们来介绍一下光字的性 还有TSDB相关的一些内容 第二部分有一些包括Skywalking VRDB一些主要功能的概念 第三、第四部分就是一个数据库常见核心 我们一个数据的基本模型 还有它的长运性 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进入到 这个图刚才刘涵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 就是我们来讲 对于一个可观测性的领域来讲 数据主要是由这三种类型来主要的一个组成 一个是metrics 它是一个聚合的结果 它的聚合来源于log和来源于trace log和trace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 它有一定的范围 trace代表一定范围的数据 log来讲的话 它的上下文和范围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强烈 那么最后呢 trace和log之间呢 首先就是按这个范围进行一个拟和谈 这是几种数据 它为什么能够成为可观测性的三个主持的一个主要原因 并不是说我们天然有这些数据 其实呢是由于我们这个数据 它们之间有些互相的转化 互相的演化 来共同推动了可观测性的一个展现的一个结果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细研究我们的这个数据 在它存储的方面呢实际上呢 它实际是代表了两类的数据 我们可以把我们match的数据呢 归结为我们是一种采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处理它 它是离散型的 基于一定的时间范围 然后我们可以去进行处理点的采降和采集 还有一种呢 是一种连续的 我们称为streaming类型的trace和logs 本身它是一种streaming的数据 它是任意产生的 而且是有一定作用的范围 一个连续的 一个是有一定的离散的 一个是有范围的 一个呢 是它部分会产生的这么一个结果 这典型的我们可观测性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模式 那么依照呢 传统的散注使呢 在现在的可观测系统里面 其实大家会发现已经不能过去喊干了 大家如果使用过一些类似的产品 你会知道啊 里面我们不仅有trace log 还有matrix 我们还有别的一些类型 比如说error exception 我们profile 还有我们的invent 都是常见的一种 在最新的一些文章里面 我们又称为所谓的六注石 其实都是由于基本的三注石结构 所演化和分化出来的 那么即使是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六注石 那么数据模型呢 我们依然可以套在这两个框框之内 一个就是基于采集的 一个是基于主动推送的 这种流逝的 那么这就衍生出来了 我们所有的不管是流逝的数据呢 还是基于我们采集的这种 比赛性的数据呢 在数据的组织方面呢 它都符合TSDB 也就是时序数据的相关一个特点 那时序数据这里给大家展示了它的一个特点 那首先是由于我们采集的一个主体 这里面只是用metrics这种数据结构作为了一个案例 其实我们相关的是质也好 它也是类似于这样的结构 我们有相关的这些采集主体 然后另一部分呢 它算是logs tags的部分 这部分有些keyvalidure 来标识这条数据 它的一些数据特点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它肯定是有时间tool 不管是什么样数据 它定然是有个时间tool 这是我们典型的一个可观性的数据 它是由这种结构所组成的 如果用传统的关系性数据库表来存储呢 它每个采样来讲的话 它都会可以组织成这么一个关系性的数据表 你查询的时候 AutoBuy它的这个名字啊 它的时间呢 就可以按照它采集进来的这么一个顺序进行展示 然后进行分析 这是个典型的数据结果 那么基于这一点呢 TSDB提出一点我们能不能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存储这个数据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 像这种关系性数据 它的数据商是比较低的 商这个斯密斯大家 这几年变得非常流行 数据商低也是说它的数据的信息密度低 它的价值低 它的价值低呢 这价值低呢 也就是 series 就是序列压缩 什么是序列压缩呢 我们是将中间的所有tags 按照它的 key 进行排序 然后将这一组的 key value 做一个 hash计算 算出来一个这样的值 这个值呢 我们将它进行唯一的存储 它呢 可以存储在一个 map里 类似于 map 这样的一个结构 它的 key呢 就是这个 hush的这个 这个 tag的这些值 它的 value呢 就是这个 id 那么实际上 我们在把原数据存储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去存储 这么长一条数据了 我们存储呢 其实就是一个hush的结果 这里面就看 比如说我前面这一对hush的结果 如果是3 我就类似于存在这么一个结构里面 这是它所谓的所以 比如说我UIL 这边是 health check 它属于对应的序列呢 可能是3468 然后另一个就是UIL 它对应的序列呢 就是1257 如果我要做一个and的这种filter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两个的posting list拿出来 这个posting list的目前的实现方式呢 大家可以 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 RAWIN map RAWIN map就是在 数据量比较小的情况下 它是用我的RAWIN 进行存储 如果有数据量大到一个程度以后呢 自动跳转为bitmap去进行存储 这样的话 如果我做一些聚合呀 然后过滤呀 我们就可以用两个bitmap做unit 或者做join 此类的这种很快速的 我们就把它的series提取出来 它的series呢 我就可以很容易去找到它对应的最终这个数据 因为我最终存储的话 是按这个series做整体的一个存取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tsdb的结构 所有的tsdb类的数据库 我们大家常见的 ProMusic 然后InfiniteDB 等等 Timescale Timescale有类似的结构 可能它的处理方法不太一样 但是它也有series的概念 包括我们常见的 什么ttng等等 都是这样一个结构 BianDB呢 也是使用这个结构 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点 那么我们既然用到了所谓的series 大家也知道比较有名的一点 当年InMarketing比较著名的一篇文章 就是Timescale写篇文章 就是去挑战InfiniteDB 在InfiniteDB1.6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因为你的series会爆炸 为什么我们series会爆炸呢 这边这个图就很容易地去展示的结果 这个来源于Grunsphere 它是Victory Matrix的一个商业公司 他们来讲就提到了 我们传统上呢 实际上 我们的tug的组合模式会相对比较少 比如我们只有200个tt的rolls 然后我们大概有5个service 然后大概300个vms 那么一共可能再几十万个 这样的独立的series 但是在云渊生的这个年代 随着云渊生的展现 我们的年代 我有好多pode pode可能对于原来的 比如说一台VM主机 我外主机可能没有多少 但是我pode有很多 这样的会大大的去增加 我整个tug的复杂度 而且由于我们的云渊生的一些特点 我们的云渊部署 云渊增加 它不仅仅是总体的数量大大的增加 而且它的变化幅度也会非常大 因为我们传统上 他们设计这个series的那个年代 tug在一个比较稳定的 在线的一个生产系统 整体数量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往往呢 像iflendb在1.0的年代 它并没有对它原数据做杀顶 也没做partition 这样会导致它把所有的series 在加点到内存以后可能会爆掉 特别是在crimnets这个场景 我们那个年代 就会看到一份db经常会OOM 就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的 我们这个量级它会剧烈的变化 剧烈的增加剧烈的减少 都是有可能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高级数的问题 那么我后面会看到 partitiondb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介绍了 我们刚才去介绍了 partitiondb的一个基础 一个就是testdb的一个基础 还有我们可观性的一个基础 我们看到partitiondb目前是什么 这是partitiondb的一个逻辑模型 它的逻辑模型呢 实际上就是为了应对skywalking 不同的一个使用的场景 可以看到 不好意思 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一个多摩数据库 我们有这种带模式的 Skama类型的 还有这种Skama类型的 还有这种Skama类型的 也就是说5模的 5模的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常见 10db都是5模的 但是它们的5模呢 实际上针对的是 像Stream或Metro这种类型的5模 那么我们的5模呢实际上是 为了skywalking做了一定的支撑 包括一些配置的数据 实际上也都可以存储在partitiondb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有模和5模的 这么一个区分 然后另外的一件 在这个有模里面呢 我们分的Stream和Metro 其实就对应我们第一章 所讲到的不同的一个数据模式 应用不同的底层存储 所以我们是用这种不同的模式 做不同的存储 那么我们常见的 可观性的一些平台呢 它们是用不同的数据库 来应对不同的一个模式 比如很常见 你会用Locky去搭你的日式平台 或者是说你做你卖云服务 什么阿里的之类的 这个Logs这种服务 然后你用另外一套平台呢 去存储你的Metro 等等数据 用另一个平台在做告解 那么skywalking本身 它是一个统一平台 它既能处理trades Logs 也能处理trades 那么我们当年定位 BioDB的一个场景呢 是我们同时也能处理 这三种数据 那么在这面上 我们为什么有模式的呢 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了 因为我们的主要的集成端 Skywalking 它是有大量的元数据的 而且是确定的 它既然有这个元数据呢 我们就希望把这个元数据利用起来 来提高我们的整体数据库的读解效率 我们有它作为一层的保障以后呢 我们的整体的数据流的处理呢 就会变成简单和容易 这里提了几个这个优势 还有一些劣势 就是生争术 我们的构建也会相对容易一点 那么它缺点也突出体现出来 第一点就比较复杂 因为你用模式了以后 你的写法呢 就不会那么去随意 第二点呢 它有些欧汉的 我要存储相关的一些元数据 我要更新这些元数据 保持一致性 我们最近在弄的一个PR 也就是在保证客户端和服务端的 一个元数据一致性 因为我们客户端会管存一定的元数据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是经常的去访问这个数据库端 去获取它的这个Skama的一个数据 我们保持一致性 也是有相对一些维护的一些代价 就是它的一同点 基于我们目前的模式目前的结构呢 我们是采用了这么一种方式和结构来处理我们所有的问题 这就落到了我们的物理的模型章 我们刚才讲的是逻辑模型 是对外的 很多物理的模型是对内的 对内的模型呢 首先一点的话 我们是有一个整个ETCD的 来保证我们的一些元数据的一致性 同时保证Skama可以某些场景下数据的 在集训内的强一致性 这个时候我们是有个内置的ETCD 当然我们也可以接外置的ETCD 在生产模式下 我们可能是希望你单身部署一个ETCD 来跟我们做对接 另外来讲呢 我们会分成不同的group 这个是针对我们的不同的英语 大家很好理解吧 一个这个逻辑性的group 可能会映射到我们底层的一个文件 那么我们的group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每个group 其实代表了唯一一个数据文件的分组 如果你有两个采集的数据 或者有两个接收的一个对象 那么在一个group里面 那么实际上它用的是一个文件组 它们之间的隔离性也是逻辑隔离 并不是物理隔离 这个最重要的是能够在我们的磁盘上的文件的数量 进行一定的优化 这个也类似于比如说大家也知道 比如说像Clickhouse 它在新的版本里 它可以把它的二级锁印 跟它的主锁印做合并 它最早的版本它是不能这样的 这后来它能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减少它磁盘的一个文件数量 那么我们早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然后把这个东西做了这么一种的合并 就是这种的合并 那么中间继承我们就shad 一个shad最重要的来讲 大家能够理解 我肯定是要做scaleout 对吧 我把数据进行一个水平方向的切分 我就可以做scaleout 这个scaleout 不仅仅是能够分散数据 你看我们的serialized metadata的原数据 其实也是在shad里面的 所以就解决了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章 那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高级数据 你可以用很多的举数 你基数进来了以后 其实你的基数也会被shad 就不会完全的堆在一起 同时我们shad的metadata的存储 它不仅仅是内存性的 它也是由磁盘文件做支撑的 而且里面有TTL 然后去滚动老的metadata的一个数据 来保证我们里面的数据尽可能的境界 而且为我们的整个查询做服务 所以通过这几个手段来保证 我们的这个基数 即使很大 也能够进行有效的控制 那下面底层呢 我们有不同的segment和block 这部分呢 其实主要是解决 我们整体数据TTL 类似于我们这种可观测性的数据库 TTL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 有时候可以被我的每个Serialize 设置一个固定的生命周期 或者是说固定的一个磁盘的空间的占用 从而保证我的数据 它能够自动被清理掉 都是接最新的 所以我们有这么样的按照时间 目前就是按时间尾度去划分的这么一个结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个global index 这里面主要是为trace服务的 我们刚才说过trace是什么数据呢 实际上就是由scope类型的这样一个laws数据 那如果我按trace去存储 我这里面也介绍最早的类似于trace数据库 比如说Espace这种类型 当年是把每一个trace的不同的spline 然后把它们存储到一起 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呢 它是利于查询的 那不好的一点呢 实际上每个spine存储的信息是 它的异构性是非常强的 因为它是每个点的一个调用情况 或者是访问情况 或者是方向神的调用情况 点了点之间没有相似性 那么我们把它反过来进行存储 我们把不同trace的同类型的spine存储在一起 它们的数据相似性就会非常相似 然后呢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压缩或编码手段 来提高它的压缩和编码的一个利用率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 没有二体所影的情况下 我也可以用比较小的脂肪中间 来存储比较大量的数据 基于这个理论呢 我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全局的所谓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支持 用它来支持 根据trace ID来进行查询 最后呢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模型的架构了 就是在webby的话我们有个lianson组件 它是整个数据和gateway 来接收流量分发流量教验安全 都是由这个gateway来做 它和后台的所有组件之间呢 实际上是有一个远程的queue 来做支持 做一些数据缓存数据分发 里面的模块呢 我们根据不同数据模型 因为在我们这儿 metual和stream都是独立的数据模型 所以我们会做独立组件 然后由不同组件分发 query的analyzer是一个统一的 来对查询进行处理 我们的写入的流程会很短 大家会看到写入的流程很短 写入的数据进来以后 直接从过这个 就进到metual stream了 直接就落盘 那么query的话要过查询引擎 进行这个查询的组件构建 然后存成这个查询自任务 查询执行 查询汇聚 等等这样一些复杂的操纵 查询会又重一点 后面呢 其实就是对于文件的一些存储 或者原数据管理 底层呢有一个kv性存储 目前是有kv性存储 可能在下一版本中 我们可能会用我们自研的一个 文件结构来提换它 这个是分布室情况下的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分布室嘛 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单击 今年主要是规划分布室 经过长期的调研呢 我们觉得我们希望利用 语音原生的一些相关组件 来自我们的分布室 而不是传统上的分布室的模式 所以怎么来利用语音原生呢 所以我们里面的所有的data的这些节点呢 实际上我们在我们这版本 是不做应用级复制的 传统上的数据库大家也知道 我们都会开replica 开了以后我有几个副本 我读写要是分离的 在我们这个情况下 今年已经有很多的同类型的日式存储 包括一些日式存储 已经抛弃这个模式 大家因为在他们长年的时间来讲 我们的时间来讲也很少 在我们类似的系统去开读写分离 也很少去开备份 因为首先来讲我们这类数据呢 价值是比较低的 它是低价 低价的话 它对它的严谨性的要求 百分之性的要求 不会那么高 再一个就是它访问的量是比较小的 做读写分离的价值不会很大 传统数据库的读写分离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读写商 几乎所有数据库都是读写商 但是我们此类的数据库是反过来的 是写多多少 写的都是大量低价的数据 这个就是比较有趣的一点 可能跟一般的做法比较相反 所以我们这块来讲的话 我们不做应用复制 我们首先来靠两点来保证它的 有一定的安全性 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有网盘 类似这样的结构 所以比如说你部署在云上 是我们比较理想的情况 比如你部署在AWS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常用的GoCloud 国内就不太常用 我们公司的常用一点 然后我们有这样的网盘 它本身能保证盘数据的 有一致性的保证 安全性的这种保证 所以我们依赖它来做 那么未来我们是希望使用 比如说S3这种对象性的存储 因为我们写入模式几乎没有追加 大部分都是现场里面的刷盘 所以对象性的可能会更友好一点 如果用对象的存储 我们就会有更大的灵活性 和更好的一些架控模式 那么我们既然没有复制结构 那么我的查询呢 还有一点可能跟其他数据不一样的 我的查询每次进来以后 每个查询任务 会同时查询所有的数据界点 我们原来都有好多数据库 肯定会根据当前的一个数据分散情况 来选择合适的界点 会查一个字集 但是我们这次会查所有的数据界点 向所有界点去发送我们的查询行求 如果你的数据界点上 有满足我们条件的数据 你就返回数据 没有就算了 你可以快速返回 我们有些算法 可以让每个数据界点快速返回我们的结果 避免一些仓位的效应 而且我们会增加一些备用的这种调度 以防止某些节点卡住 这种情况 那么这样做呢 大家说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最常的那些常委 有些节点没有数据 我还要反复访问他 但是他的好处是极其明显的 就是在于数据界点的变动 我增加节点删除节点 都不需要潜移数据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三节点 当了一个节点 我的脱部结构可能发生变化了 这个时候我的数据可能会写到已有的那样的节点 但是我的查询每次都会访问所有的节点 所以这个变化对我来讲不重要 我依然都查得到 当然是你这个节点摊了以后 你之前的数据 这个天下之前的数据也查不到了 但新来的数据是可以查到的 而我们观测性的一个数据 在整个系统不稳定的情况下 会倾向于去获取最新的数据 比如说最新数据的价值会大 我们所有的观测性统观测平台 大家会看到 对最新数据 不管是写入吞吐 差点响应 要求会很高 对历史数据 其实要求并不是那么高 这几个特点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做了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距离节点就会非常简单 我们的数据分散完全是无状态的 就是说我的shud分散在node之中 实际上我没有一个统一的大脑 正常的数据分散 这种数据库一般会有同一大脑 它会存我们的shud分散在哪个点 因为我的写入需要它 查询更需要它 来找这些点 那么我查询不需要它 那这个时候我就只有写入需要它 那么我就可以不存储它 我只在我的比如说linson节点 或者quire节点 由它根据现在的算法参数 自己去算现在的shud的结构 有时候会导致什么情况呢 我每个linson在数据节点变动期间 它存储的全局的拓扑结构是不一样的 会有脑裂 但也没有关系 实际上这个也没有关系 它只要能把数据完全的存起来 不管它存在哪个节点 我查询的处理器 我都可以查到它 这就是我们这边不一样的思路 所以就大大简化了我们的原数据 对一致性的一些保证的要求 在基于这种可观测性的 这种原员生的支持 来达到了这么一个模式 那么使用这个模式呢 目前来讲的话 像贵谷创业公司Obsourzank 主要是以S3模式 它做的比较直接 它支持S3 或者是你必须是一个对向性存储 你自己构建的对向性存储 你自己构建的对向性存储也可以 然后还有其他类型的公司呢 它也会 比如Mutorial Matrix 它用的也是某这种查询博士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 在去年开始 逐步尝试这种新的架构 来构建一个更高效的 可观测性的一个云 在分布室博士下的一些技术特点 OK 第三部分呢 我们就讲讲这个数据的进入了 我刚才提了很多 我们这个是个查试读多的数据库 它是个理人来源 是当然的 大家可能做数据后的常知道 RAM Conjecture 这就是个RAM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假说 那么我们有读 存储 更新 三个最主要的一个操作 这是数据库方向的模式 那么这个假说就是说 这个三角形 我向两个点优化 必然给第三个点的优化 带来负面的作用 它也没说就是带来负面的影响 它说对第三个点优化 可能对我优化不动 那么正常的数据库呢 都是强优化RAID的 都会在update和memory之间做选择 大家脑洞回想一下 你的数据库 有那些 基本都是messor code 可能是向那个方向 比如说有一些 比如说 像10db它底层的k位存储 它是向另一个方向 但是读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可以 10db实际上就是放弃了读 我们主要是优化这个update 我们也需要这个大量的程度量 我们放弃了一定的读 那么我们memory也需要少点 这个memory呢 不仅仅是指我们的man memory 主存我们的外存磁盘 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man memory 我们对它也是有要求的 所以我们重点是 这个三角形的项链的点 对顶点这个部分呢 会有一些取舍 另外一点呢 我是谈一下 这个bndb数据库的一个特点 bndb数据库的特点 这个特点来讲的话 我们的read 我们的write 是集中在这个时间轴的前端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write 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最新写入的 也是重点查询的一个部分 那么我们的查询呢 是沿着时间序列 圈定这个范围来做查询的 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查询呢 你看这三个绿色查询 中间的查询 是集中在write写入这个部分的 所以说这就是所有序列数据库 或者说bndb 包括一些日制产业系统的一个访问特点 你的大量的工作负担呢 实际上是在前端 集中在前面这个点 所以依据这个特点呢 实际上我们对最新写入的数据呢 是有一定的开始做保持 但未来呢可能会加SSD 然后再扩展它的一些存储 那这个算是优化的一个手段 那总体上呢是这个目标 包括AWS可能去年年初 今年年初可能发布了功能性产品 我看它的存储模式也是相类似的 对于最近的数据 它可以提供比较快速的一个查询 远近数据呢 我一看它的查询想法就会慢下来 也是做一些类似的这么一个策略 然后我们的压缩 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压缩 我们刚才知道我们如果是MASK的序列的话 我们把整段都提出来了 但对于日智来讲的话 这个部分我们就没有序列 我们不能把整段的东西都提取出来 那么我们怎么对这个东西做压缩呢 实际上呢 我们是把像类似的这种Tag 把它伸到一个序列里面 一个序列里面 就说明它的Tag之间有比较高的相似性 有了这个相似性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提到它的压缩率 我们这边举个例子 不同的Tag之间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达到一定量级 然后做一个Compression 然后大量的宠物的值就去掉了 我们会得到了比较好的压缩率 这个部分的压缩率可以今天在90%以上 我们后面是有数字的 然后我们对于这种数字类型 复电类型 还有一些这个算法 都很常见了嘛 Gorea算法其实就是一货 我们这个对于这种比较稳定的时间段 它会产生出来就是Δ的Δ 就会成成大量的0出来 有这种大量的0呢 我们就可以优化它的存储长度 来达到比较好的压缩率 但对于时间呢 时间好多人都是用RIF之类的 对时间戳入进行一个存储 那么SkyWalker有个特别的一点是 我们的采取频率是固定的 因为SkyWalker目前最小的频率是一分钟 在我上可能有小时级的 那么你既然是固定的呢 在一个frame之中呢 我实际上只存储了第一个数据点的time step 我后面的所有time step我都没有存储 我是在解压缩的时候推算出来的 比如这个frame里面有五个点 我知道第一个点时间了 第二个点肯定是第一个点的一分钟以后 我依据这么个假说 然后实际上我们对time step有比较强的一个压缩率 当然是基于我们的一个场景来的 所以大家如果使用mdb 我会看到你设置group的时候 它会让你去设置 它能议total是多少 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压缩率情况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测试数据 基本上可能trace或者logs 可能现在95%以上 matches应该在80%以上 这样的一个压缩情况 我最近也跟ES做了一个 因为我们ES常用的一个对比测试 白亚db可能会在三分三分十五到 然后ES可能 当然这个ES是开启压缩的情况 ES可开压缩不开压缩 可能会在1.1G 但是我们这个还有优化的空间 我们这里面还不是完全time 只是用了我们一些基本的压缩和标准模式 最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插曲引擎 插曲引擎 这一部分刚才讲过 插曲引擎 我们其实跟关系的插曲引擎的处理方法一样 大家都是火山模型 就是candle的 然后拼出来以后 用铁态器模式 然后去一层层来 但分布式情况下 我们在最底层 可能是一个分布式的扫描器 所以说本质上分布式和单体节点 在大流程上是完全一致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顶多是有些优化 优化不一样 因为我们会下推一些位置 包括一些相关的投影 有些我们会下推 这个地方是属于优化阶段做的事儿 当然我们现在只做了基于规则的优化 我们没有基于代价 因为我们现在内部没有存储数据分布的统计信息 所以没有类似的效果 还有一点是我们是没有招援的 其实我们大量的基于这种类型的优化 是因为你有招援才需要优化 但我们没有招援的话 基于规则 一些常见的规则 实际上已经能很好的做这种优化了 然后我们最后有个streaming的pip line 这个streaming的pip line最大的作用 实际上是处理skywalking的一个场景 我们再用大量的toppen排序 就是在我们的整个dashboard上去展示所有toppen 目前的如果你们ES做法 实际上是用ES强大的搜索能力做排序 把数据直接排出来 我去前十个去展示出来 当然这个效能就会比较低 比较低呢实际上我们目前用的一个方案 就是用个估算的方式 我们会预先的把每个数据点的 比如说你要top10的数据 我们可能算100个点 给它存储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真正做查询的时候 比如你要查10分钟之内 这个top10是多少 我就把10分钟内每个100都拿出来 再试试算一下 那我们的数据量 大家会很容易地想到 如果你的候选值多的情况下 我们这种估算的模式的速度优势就减出来了 比如你的候选值可能在百分几 比如你有100万个uncoyed 每个点都有100万个 有10个点有1000万个数据 你做top10它是一种情况 但是我把它缩到100个点 有1000个点做top10 那肯定数据量级就会大大减少了 数据速度也会降少 最重要的是查询响应就会很稳定 以前top10的查询响应是不稳定的 那么我们用这个模式 我们做了个测试 查询速度肯定是要比之前要快 但是最重要的是查询的结果是比较稳定的 这是整体的一个处理流程 这是比较典型的内部流失 没有特别多东西 当然这个是算法本身的意义 我们就是用有限的存储 来做相关的一些排序 这里面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比如说你要去一百个池过来了以后 在内部就把这一百排序 如果一百个满的话再过来一个池 我会把最后一个池先踢掉 把新纸拿进来 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大家可能常见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进来一个池很小的情况下 我要跟最后池比一下 看谁大的谁的 但是这个算法是把最后一池直接踢掉 把新纸拿进来 这样的话就会减少一定的 我们有些几率 有些比较频繁的池后出现的情况下 有可能进不来 你连进来的机会可能都没有 这是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 这个算法途径 OK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吧 我问一下 您要再一个问题 您刚才提到的 就是 就是 其实在做 失去 失去放电 是否的场景 有什么状况 我们其实就是将 这个 时序类的Metra数据 和Laws数据 然后做一个整合 我们面向的 这个数据是可观测性数据 如果你有可观性数据的 这种处理平台 采取平台 我们之后呢 可能也是希望 比如说 从我们台南Mentray 过来的数据 能直接进到这个数据库里 它的作用 你可以认为 它是一个 比如说 它是将 Provision 和Locky 之类的 做了一个绑定 如果你有类似这样的场景 你可以用这一个库 来做你 两个库 能做的事 就是这样 可能 这种效果 可能比 他们的库 效果要好 这个属于性创 性创 性创的 对 是性创的 我们是从零到零去写的 因为 我们没有说是 因为有两条路嘛 第一种就是说 你对于 已有的水空区去改 然后来符合你的一些 使用规范 但是如果你改的话 你会涉及到大量的裁剪 对吧 然后你跟原始来的开源社区 怎么去保持同步 这都是非常要挑战的问题 那么我们还不如是 从头 我们就要重新做根 来就显示一部分 所以它们使用的侧重点 肯定是不一样的 现在有没有一些大型的 参照 没有 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今年才说 它可能具备相会推的 可能性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 这个分布室模式 其实在开发中 我们只有这个单机的 才可以使用 好